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测试人类坐在火箭里对火箭减速地承受极限 其中一个专案的实验是要把一些感应器固定在受试者的座椅上 感应器有两根接线 一旦接反就无法正常读取资料 实验结束莫菲发现数据竟然是零 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些感应器的线居然都被接反了 莫菲事后承认就是由于自己在设计感应器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居然有人会把线接反 所以他自嘲地说如果有两种以上的方式可以去做某件事情 而其中一种会导致灾难 就必定会有人做出这样的错误选择 简单来说就是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 那就一定会出错 而这句自嘲也成了著名的心理学定律 那就是莫菲定律 莫菲定律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影响就是 人类的技术可能会日趋完美 但人总是会出错 如果做事没有考虑事情全部的可能性 那肯定就会有人把事情做错 听起来莫菲定律是悲观主义 但好在凡事总是一体两面 莫菲定律刚好也提醒我们 必须要从各种可能会出错的状态下 预备好周全方案 以消除不必要的祸患 之后人们根据莫菲定律 进一步得出四条结论 第一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第二所有事情的完成时间 都会比预计的时间长 第三可能会出错的是 有极大的几率会出错 第四如果你预感有可能会出错 那么它就必然会出错 举个例子来说 2014年3月8号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77编号MH370客机 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离奇失踪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直通财经网外国媒体主持人史蒂芬 用莫菲定律分析 马航客机事件 以下是他的解释 第一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马航客机失联后众说纷纭 包含机场截击 恐怖攻击 大国角力和讯息被隐瞒等等 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第二所有事情的完成时间 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在当时马航客机已经失联了许久 到目前也都还没有找到飞机残骸 以及失事原因 比很多人预计的时间还要长 第三可能会出错的事 有极大的几率会出错 史蒂芬说2012年8月9日 MH370航班所使用的这架波音客机 在上海普通机场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 使得右机翼受损 虽然受伤的机翼进行过修复 但这架受过伤的飞机 难保不会再出事 第四如果你预感有可能会出错 那么它就必然会出错 史蒂芬说2013年7月6日 一架韩亚航空波音777200型客机 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时坠毁 造成三人死亡 181人受伤 根据美方调查 认定事故原因是飞行员操作失误 而失联的马航 刚好与韩亚航空的机型是一样的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曾经提出 飞行员操作现代驾驶舱内 自动化系统的能力相当有限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时委员会警告 有可能未来会再次出现 类似的事故 所以你预感有可能会出错 那么它就必然会出错 莫非定律一方面警告我们 最坏的情况肯定会发生 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既然最坏的情况总会发生 那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各种可能性 做出周全的准备 这才是莫非定律带给我们最大的歧视 第二我们来谈酝酿效应 有时我们想方设法想要去解决问题 可是脑袋却打了结 这时你就可以用心理学家归纳的酝酿效应 来解放思想 传说古希腊的西伦二世 召见阿基米德 让他鉴定皇冠是否为纯金 接到这个任务的阿基米德 苦思多日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 有天他决定停下这个工作 抱持着放松一下的心情来泡澡 当他把脚套入浴缸的时候 有部分的水从浴缸旁边流了出来 他灵光乍现 把皇冠沉入水中 并计算皇冠溢出来的水量 然后对比真的黄金溢出的水量 解决了皇冠是否为纯金的问题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示 那就是当你耗费精力 想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 却都找不到正确的思路时 干脆暂时停止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反而会出现灵感 心理学家认为 所谓的酝酿效应 并不是停止思考 而是把原先整个思考过程 转入潜意识当中 潜意识会将你原本就有的相关知识 进行排列组合 从而让你有更多的启发 因为到我们放下难题之后 大脑会消除压力 进而忘记导致僵局的思路 反而有利于创造新的思维 即使把难题暂时放在一边 穿插其他事情 或是干脆先去休息一下的做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见到 比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推荐的 番茄中工作法 就是从酝酿效应延伸出来的 一种时间管理法 所以到我们面临难题时 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不妨先把它放在一边 睡个觉度个假 甚至花更长时间去休息 此时我们的大脑因为放松了 他就能够用崭新的思考模式 去解决问题 要相信即便我们暂时停止思考 大脑收集来的资料 也不会消极地沉睡 大脑会帮我们重组排列这些资料 进而让我们产生新的想法 第三我们来谈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又称为重重效应 它的核心是 在群体面前放弃个人的理性判断 追随大众的倾向 简单来说就是 大家都这么说 我也这么说 大家都这么做 我也这么做 美国心理学家索罗门阿希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来验证羊群效应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阿希在校园中广招志愿者 告诉这些志愿者 要做一个视觉感知的实验 实验会分小组 每组有七个人 但事实上其中有六个人 都是阿希的助手 只有一位才是真正的志愿者 实验开始之后 阿希拿出一张 上面画有一条线的卡片 然后请大家判断 这条线与另外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 哪一个比较长 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非常的明显 迷眼人一看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可是就在几次判断之后 六个助手会一口同声 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 此时许多志愿者就会开始迷惑 是要坚持的相信自己 还是要说出跟其他六个人一样错误的答案 最终实验的结果令众人跌破眼镜 有75%的志愿者被六位助手误导 至少做出了一次错误的判断 从这个实验我们看出 从中是一种社会现象 缺乏主见的人容易受舆论影响 进而做出连自己都不知道 为何要这样做的举动 举例来说股票市场上有许多股市老师在报名牌 带领大家重压一只股票 但其实赚钱的都是早就进场的 而听股市老师才进场的 往往都变成了韭菜被人收割 选举时会看到有候选人被人铺天盖地的泼脏水 但真正能明辨是非的选民又有多少 最后得利的往往是发动泼脏水的那个人 所以羊群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 我们应该要多一些独立思考 少一些盲目从众 这样才能活出健康的自我 不治人云亦云 第四我们来谈巴南效应 1948年心理学家巴南弗瑞 给他所有的学生做了人格测试 当然弗瑞的人格测试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最后给学生的分析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比如有以下这些 你祈求受到他人喜爱 却对自己垂毛求疵 你拥有可观的潜能 但尚未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很多时候你严重质疑自己是否做对了事 或是做出正确的决定 有些时候你外向亲和充满社会性 但有些时候你内向谨慎而沉默 你会独立思考 不会接受没有充分证据的言论 当然这些话是弗瑞从一些星座和性格的小册子里 再录出来的与真正的测试结果毫无关系 可是有9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这段描述非常符合自己的个性 这项研究指出当人们用一些普通笼筒或是一般性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 人们往往很容易接受这些描述 后来这个研究被称为巴南效应 巴南效应用的最多的就是星座的书籍 你看许多星座的书里面 射手座的男生是这样被描述的 射手男天生幽默乐观 酷爱自由 他就像是横空出世的天马 放眼宇宙不受到任何限制 他不会执着而会享受生命带来的快乐 你会发现这段话不仅只用在射手男 哪一个星座的男生不适合呢 况且一般人看星座的书都只看自己星座的描述 那些模糊和普遍性的观点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是在说你自己 这就是巴南效应厉害的地方 当我们想要相信一件事情时 我们好似可以搜集到支持这件事的证据 就算是毫不相关 我们也会将它合理化 可见人们喜欢看上去跟自己相关的观点 胜过正确的观点 而什么样的观点能让大多数的人 认为跟自己相关 当然就是那些似是而非模拟两可的描述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星座写行的书会大行其道 因为那些书会让读者以为 那些言之无误的描述是他们真正的自己 透过巴南效应我们可以反思 我们必须要学会分辨哪些描述是真正属于你的 哪些跟自己无关的 才不会轻易的给自己贴上笼统的标签 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四个心理学效应 第一是莫非定律 如果事情有可能会出错 那它一定会出错 但我们可以预作防范 第二是酝酿效应 暂时把问题搁置去休息一下 反而会跑出灵感 第三是羊群效应 缺乏主见的人容易受人利用 所以要会独立思考 第四是巴南效应 对于感觉跟自己相关的观点 要头脑冷静地分辨真假 祝福大家都能够应用这些心理学效应 让自己的人生变更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健人哥 我们下次见